最近海王2传来开拍消息 扮演海后梅拉的艾维伯·希尔德 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晒出了一张看书的照片 她表示自己打算在海王2正式开拍时 买个亚马逊的平板 因为这只书不保险 也许会被海王解释孟马像以前一样 又被他撕掉几页 随后这件事的始末被媒体曝光到了网上 内容相当匪夷所思 原来海王撕书源于在海王1上映时 希尔德在一次采访时对记者说 孟马为了引起他的注意 会故意撕掉他的书的最后几页 还说孟马的心灰非常怪异 加孩子气 甚至还有几次威胁他 如果不答应嫁给他 他就要把他去送去封人院 此外他还开了个不当的玩笑 问孟马装修仿子会用多少录脚 另外希尔德在照片中看的书也大有深意 这本书的名字的直译是《表面细节》 是2010年出版的一本推理悬疑小说 故事一开始就发生了一场谋杀 然后就是讲一个女人如何摆脱丈夫的控制 据说这本书正在计划筹拍电影 心情真是相当明显 除了海王2即将开拍的好消息 这篇报道引起了全球许多影迷的不满 其中不但包括孟马的粉丝 还会有约翰·尼德普的支持者 坦白此前他过去的种种劣迹 再次发布到了网上 此外继续呼吁 不希望希尔德沿海后 影迷们尤其认为 华纳DC应该一碗水端平 既然希尔德和尼德普这对前夫妻都有争议 那就干脆都不要用